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很高兴再跟大家一起来敬拜神 刚刚我听张杨讲了 我才知道说 圣诞节跟主日在一起 是何等难得啊 对不对 今天是 今天是 OK OK 我不许好 没问题 今天是2022年的最后一个主日 对不对 也是我们的圣诞主日 下次我们再见面的时候 就2023年的一月一日了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很 enjoy刚才的敬拜 有没有 我真的看到我们的弟兄姐妹的敬拜 越来越有创意 你看到三位博士来敬拜 棒不棒 棒 对 有没有把你 有没有把你带到一点点 当时三位博士来朝见耶稣的 那个场景里面 有哦 我特别跟你们讲 他们线上来的三样礼物 黄金露霞摩摇 做得真好 跟真的一样 感谢主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 叫做 智慧人的选择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经文 就是三位博士朝见耶稣的 这段经文 好 我们刚才 斯伯利娜在敬拜的时候 已经念过这段经文 但是我还是请大家 跟我们一起再来念一遍 好吗 好 来 当西律完的时候 耶稣身在犹太的伯利痕 有几位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 说 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丸的在哪里 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 特来拜他 西律完 西律完 西律完听见了 西律完听见了 就心里不安 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 他们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 问他们说 基督当身在何处 他们回答说 在犹大的伯利痕 因为有先知记者说 犹大的伯利痕啊 你在犹大诸臣中并不是最小的 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 牧养我以色列民 当下西律档案地召了博士来 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就猜他们往伯利痕去 说你们去仔细寻返那小孩子 寻到了就来报信 我也好去拜他 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 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 忽然在他们前头行 直到小孩子的地方 就在上头停住了 他们看见那星 就大大欢喜 进了房子 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 就苦福拜那小孩子 揭开宝盒拿环金乳香墨药为礼物献给他 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 不要回去见西律 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 我们祷告 天父恭敬把接下来这段时间 叫在主的手中 求圣灵越过你的仆人亲自 对我们每个人心来说话 那我们因为明白主的心意 真的2023年我们可以活出更智慧 更蒙福的荣耀的生命来 谢谢主耶稣 你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的名祈求 阿们 那在这段经文熟悉不熟悉大家 讲到什么 讲到耶稣诞生的时候 有东方的 他其实圣经是告诉我们 东方的什么 几位博士 他圣经没有讲三位博士 圣经什么圣经讲什么 几位博士 其实到底有几位博士 大家都不知道 只是说大家认为说 后面他们几位博士 分别献上了环金乳香和墨药 大家猜他们是一人献一样 所以他们我们称之后 东方三博士 这是这样来的 东方这里讲到东方 什么地方叫做东方呢 东方就是在耶路撒冷的东边 对不对 其实在耶路撒冷 在以色列的东边 又大河东 有很多地方 阿拉伯地区 这个巴比伦地区 巴比伦地区就是阿拉伯地区 就是今天阿拉伯的国家 那巴比伦地区 就是今天伊拉克这些地方 再往东了 就到哪里 印度 再往东了就到哪里 到中国了 对 很多人都在猜 东方是哪里 东方 大家都希望东方是中国人 对不对 中国人都说东方是中国人 然后印度人说 东方是印度人 但是事实上 圣经学者考察认为 都告诉我们说 其实这个东方 最有可能的 就是指巴比伦地区 巴比伦是哪里呢 就是今天伊拉克的首都 巴格达的南部 一点点的地方 因为以色列百姓 曾经被裸到巴比伦 以色列百姓在巴比伦 出了70年的时间 大家记得吗 有很多先知在那里 预言 弥赛亚会降临 所以巴比伦人对 以色列人等候 这个弥赛亚降临 是有完全的概程 很清楚的概念 所以最有可能 这个几个博士 这几位博士 是从巴比伦来的 那这里呢 圣经里面讲到 这个 称他们这几位 叫做什么 博士 对不对 博士 博士不是doctor degree 那个博士 你知道吗 那个博士 我们博士学士 这个学位 是在欧洲 大概十五十六世纪 才有的这个degree 你知道吗 在那个时候 这个时候是公元元年的时候 没有什么博士学位 那这个博士是什么意思 怎么会有博士 博士是什么意思 其实博士这个字 在原来的文字里面 是一个张兴家的意思 张兴家 就是夜观天象的人 观察天象的人 用今天话说 有点像什么 天文学家 但是当时的博士 可不是一般这种 这种张兴家 当时的张兴家 在当时的时代里面 是社会地位非常高的人 你知道吗 基本上他们是属于 皇帝的顾问 他们是皇帝的顾问 因为他们夜观天象 看到有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 就要跟谁讲 跟皇帝讲 你知道吗 皇帝就赶紧赶紧 夜观天象 有什么战士 或者没有什么栽培来 他就要调整 所以你看这些博士 是非常有身份地位的 不然你看他们从东方来 到了耶路撒冷 要见西律王 就可以见得到 明白我讲这个意思 耶稣降生的时候 有两批人见到耶稣 第一批是什么 牧羊人 牧羊人是当时相对来讲 比较狼领的 教育程度比较低的一群人 而这些博士呢 这些所谓的博士 张兴家是当时很有文化 很聪明 很有智慧 社会的意味很高的人 我们今天中国讲到 一个人很聪明 很有智慧 讲什么 他上知什么 上知天文 下小 地理 这就是有智慧嘛 博士 这个就是这个wise man 所以圣经里面 英文版的圣经把它翻译成 有几位什么 wise man 有几位 智慧人 我觉得这个其实更准 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什么 博士之有什么 他是一个很有智慧的 所以把它称为智慧人 而我今天呢 就要从这几位 三位博士 也要几位博士 也要 从他们的身上 来学习 一个智慧人 一个wise man 他会做的一些的决定 可以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2023年 我们的人命 可以活得更有智慧 而且我们的一生 可以因此活得更有智慧 好 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 从这些智慧人上 我们可以学习到什么 好 第一个 第一个我们要知道的是 一个智慧的人是 承认耶稣为完的人 跟我一起说 一个智慧的人是 承认耶稣为完的人 圣经告诉我们说 当耶稣身在 伯利恒的时候 这几位博士 从东方看到了 一个很明亮的心 对不对 他们就来到 就从东方来到 耶路撒冷说 那生下来做犹太人 知丸的在哪里 我们在东方 看见他的心 我们要来 拜他 所以这几位博士 他们心里头 承认耶稣是什么 耶稣是完 他们相信耶稣是完 他们知道 耶稣是万丸之王 他们不是相信 耶稣是一般的完 他不是犹太人的吗 犹太人的完 跟我什么关系 我要来拜他干什么 明白我讲这个意思 他们其实心里头 不仅仅相信 耶稣是犹太人 我是博士人 你是犹太人 我干嘛去拜你头玩 他们是知道 这个心不一样 他知道耶稣是万丸之王 是弥赛亚 是万主之主 万丸之王 所以他们从 他们自己从波斯的一带 来到 犹太要来拜这位王 他们相信 宇宙万物当中 有一位王 掌管宇宙万有 是万丸之王 万主之主 但是当耶稣到 耶路撒冷的时候 不是不是 当这几位博士到 耶路撒冷的时候 他们去见谁 西律王 对不对 西律王听见 耶稣要降生的事情 他怎么反应 圣经说他怎么反应 他心里就不安 然后耶路撒冷 何成的人听到了 他们心里也什么 不安 这里你们看到 两种不一样的人 第一种人相信 耶稣是万 所以他怀着感恩的心 怀着欢喜快乐的心 来敬拜耶稣 但是第二种人 包括这些西律王 他们听见耶稣是万 他们心里什么 不安 为什么不安 因为他们不承认 耶稣是万 他们拒绝耶稣做完 他们要什么 自己做完 西律王要谁做完 他要自己做完 这些耶路撒冷的百姓 要谁做完 要耶路撒冷 西律做完 他们要人来做他的玩 要自己做他的玩 所以他们心里就不安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我不知道 你们明白不明白 我们人生中有一种智慧 有一个智慧 就是你相信 这个宇宙万物当中 有一位创造者 有一位掌管宇宙万有的 这位神 我不知道你相信 心里真的是不是相信 这件事情 今天有人相信 有人不相信 有人觉得我的人生 怎么样 我做主 什么事情都要我自己管 请问 你觉得你的人生 你做主 什么事情都会在 你的管理当中吗 会吗 会不会 这三年的疫情 很容易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 没有人想到 会有三年的疫情 对不对 没有人会想到 疫情会这么严重 对不对 没有人想到 疫情会给经济 经济什么都带来 这么大的影响 对不对 一定要记住一件事情 今天我们人生 很多事情 根本就不是 我们能够做主的 如果你觉得 我们的人生 我们可以自己做主 我可以保证你的事情 你天天会活在 很多的不安里面 因为太多的东西 是你不能够 掌控的 中国有一个 很有名的人 叫做孔子 他讲的一句话 三十而立 四十怎么样 不活 五十才 执天命 什么意思 三十岁的时候 孔子学 我三十而立 我可以做大事业 四十不活 哎呀 天天三十到四十岁 天天一堆的问题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怎么一些都 我想的不一样 到了四十岁 好容易明白 有点不 可能人生就是这样 到了五十岁的时候 他才怎么样 知天命 什么叫知天命 他才知道说 原来我生命中 很多事情 根本不是我能够掌管的 是什么 明明之中 有一个力量在掌管的 他才知道说 我不能掌管我的人生 孔子经过多少年 才知道 他到了五十岁 才得到这个智慧说 人生我是不能掌管的 明明之中 有一个力量在掌管 我的生命 才有天命 五十岁 孔子才有这个智慧 但是感谢上帝 丁锡的弟兄姐妹们 你们都是什么 有智慧的 你们现在就知道 是不是 跟你旁边说 你是智慧人 你比孔子有智慧 你知道 孔子经过 其实不是说孔子 其实我们人都是一样 对不对 我们人生经过 真的三十岁的时候 我们觉得我们天下都是我们的 只要我们努力 什么都可以成就 经过摸爬滚打 哎哟 摔得鼻青脸肿 才知道说 原来生命 根本人生都很多 根本不是我能够掌管的 但是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 今天有一位上帝 掌管宇宙万一 而且这位上帝是什么 爱我们的神 你看这几位博士 他怎么知道 他夜观天象 你知道 今天在这个世界上 科学家信主的最多的是几类人 你知道吗 一类就是天文学家 一类就是医学家 是最多信耶稣的 所以天文学家 研究这个宇宙 你知道 宇宙当中有上亿个银河系 银河系中有上亿个太阳系 太阳系中有上亿个像地球这样的星球 然后地球上 我们才不过是我们一个人 你说我可以掌管宇宙万物 我可以自己掌管一切 可以吗 你不知道自己能有多渺小 当这些天文学家 观察这些宇宙的时候 他就知道说 哇 宇宙万物这些星球 竟然有序 很显然有一个 极大的一个智慧在后面 在掌管这一切 你知道医学家 很多医学家也是 他研究到人体的器官 这些的构造 他惊叹 这不是人可以做出来的 这不是人可以设计出来的 这个极高智慧圣者 以至于他们会相信耶稣 这就是人生的一个智慧 你借着观看宇宙万物 借着观看大自然 借着去思想你人生的经历 知道说 宇宙中真有一位神 因此你愿意 他掌管我们 他爱我们 因此你愿意把你的生命 交在他手中 让他来做主 让他来做主的意思 并不是我什么都不管 而是你要去寻求 明白上帝在你生命中的计划 是什么 每一年上帝在你生命中 都有不同的计划 2023年要到了 你明白不明白 上帝在你生命中的计划 是什么 祷告他 寻求他 明白神在你生命中的计划 然后勇敢地去执行 有一些事情 你刚开始不敢做的 谁要我们2023年 要做一些事情 你不敢做的 但是靠着主的恩典 勇敢地去执行 依靠主 当你会这样做的时候 我告诉你 你会经历到一件事情 无论高山低谷 你心里都会有平安 因为你相信 不管发生什么 神都在什么 掌权 不管好事坏事 神叫万事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 得益处 只要我爱神 任何事情我都可以在其中 得到益处 当你会这样的时候 你心里就有什么 就会有什么 就会有平安 阿们 明白我讲这个意思 第一个是 第一个智慧 你要活出一个平安的人生 有平安的人 就是你要相信宇宙万物 要认识到 真的认识到 真的相信宇宙万物当中 有这样一位爱我们的神 掌杆宇宙万有 所以你可以把人生 坦坦地交给他 按照他的心意去生活 无论发生任何事情 他都掌权 无论发生任何事情 只要我们爱他 我们都可以得益处 这是人生的什么 第一个智慧 阿们 第二 第二我们来看 这几个博士 他有个人生的 第二个智慧是什么 他是一个真心来 真正来寻求 寻见 并且来寻见耶稣的人 什么意思 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 这几位博士从哪里来 从东方的 从东方到哪里 到耶路撒冷来 对不对 我们该说东方是巴比伦 对不对 好 你知道巴比伦 到今天的耶路撒冷 有多远你知道吗 过去走巴比伦到耶路撒冷 不是飞机直直飞过来 他要顺着 底格里斯河 又发拉底河 先向北走 然后再往南走 要顺着水路走 有水的地方走 整整将近1600公里 过去没有飞机 没有汽车都是什么 骑骆驼 对不对 要走好几个月 要走一个多月 两个月 甚至三个月才能到 所以刚才 金牌赞美带我们唱的时候 他们说 他们经过什么 山川沙漠田野 才来到什么 才来到耶路撒冷 他们是经过什么 千辛万苦 付代价 来到耶路撒冷 他们可以听见耶稣就好了 知道有个耶稣 就好了 知道就好了 但是他们不满足于什么 只是头脑上的知道 你知识上的知道 他们一定要怎么样 亲自来面对面地找到耶稣 面对面地遇见耶稣 但是如果你去看 圣经里面还有一群人 就是这些 以色列人的 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 请问他们知不知道 有耶稣有弥赞亚 他们知不知道 他们知道 我要告诉你 其实博士根本不知道 耶稣上圣生在哪里 他是带着平行心来 渴慕来寻找 他要去问这些 祭司文士长 说耶稣生在哪里 这些祭司长文士 怎么回答呢 他说 他们回答说什么 在哪里 在犹太的伯利恒 因为有先知记者说什么 犹大帝的伯利恒 你在犹大诸城中 并不是最小的 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 要请你那里出来 牧养我以色列的名 你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有没有发现 一点什么不对的地方 看你们读圣经都不认真 对 有人认真 他前面讲说什么 犹太帝的伯利恒 后面讲的 犹大帝的伯利恒 是不是打错字了 你知道我最早读圣经的时候 我第一次读这段新圣经的时候 我翻开 上面是犹太帝的伯利恒 下面是犹大帝的伯利恒 糟糕 这本圣经印错了 印了一个 漏了一个点 然后换一本 我想这本圣经的盗版 换一本 我拿了一本来 上面还是犹太帝的伯利恒 犹太帝的伯利恒 下面还是犹大帝的伯利恒 怎么这么倒霉 两本圣经都是一样的 再拿一本 翻开 还是一样的 不是都是盗版 我就发现说 糟糕 应该是我有问题了 不可能每本圣经都是错的 但是我后来去研究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当这些博士问 祭司长文士说 耶稣基督生在何处的时候 他们回答这些博士用的话 是当时以色列人通用的 罗马帝国通用的希腊文 希腊文里面称犹太那个地方 叫做什么 犹太帝 叫Judia 叫犹太帝 然后他接下来 他说因为有先知记者 说犹大帝的伯利恒 他这个时候是引用什么 旧约圣经 引用先知初 引用旧约圣经 你知道吗 旧约圣经是用什么文字写的 希伯来文写的 希伯来文叫那个地方 只叫做犹大帝 叫做大 它是同一个地方 但是用不同的 一个是希腊文 一个是希伯来文 所以你知道 这些祭司长文字 他们对圣经熟不熟 他们知识吩咐不吩咐 他们非常吩咐 他都分得出 犹太帝跟犹大帝 我们都分不出来 是不是 他们圣经非常熟 但是他们跟耶稣 有没有那个关系 有没有 有没有 他们只是头脑知道耶稣 他们可不可不去见耶稣 一点都不可摸 一点都不可摸 耶路撒冷到伯利恒 只有十公里 大概我们从这里到 戴梦巴过去一点点 走路两个小时就到了 两三个小时就到了 他们有没有说 我们赶快去看 有没有 他们一点都没有想去看 我不知道 你从这里可不可以看到 有两种人 一种人 他只是在头脑上 知道耶稣而已 他把耶稣当成一个宗教的 把信仰当成一个宗教的活动 我讲的意思 而这群博士 而这群博士 是一群愿意 亲自来寻找耶稣 跟耶稣面对面 建立关系的一群人 这是我们信仰中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要跟D.C.的美国弟兄 你没讲基督这件事情 基督教信仰 Christianity is not a religion 基督教信仰 不是一个宗教活动 基督教信仰 Christianity is about relationship with God and people through Jesus Christ 是我们透过耶稣基督 跟神跟人的关系 所以你一定要会区分 什么叫做宗教活动 什么叫做信仰生活 你知道什么叫做宗教活动 跟我一起说 一个叫做宗教活动 一个叫做信仰生活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事 你知道吗 宗教活动 推输到表里去烧香 那个叫宗教活动 捐点香火钱 那个叫宗教活动 你知道吗 信仰生活不是 信仰生活是一种lifestyle 是你跟这位 创造宇宙万物的三体 真的有一种关系 你真的认识 你跟他有关系 这个叫信仰生活 我可以保证你 如果你来教会 只是宗教活动 来到三四小时 你就不想来了 没有意思 但是如果你会真的知道 什么叫做信仰生活 你会在这个信仰当中 人生生命越来越不一样 你会真的跟神跟人 都会建立不一样的关系 你会享受这个关系 这个就是 我今天就想告诉大家的一件事 各位 2023年 你要建立 真正建立跟神 更真实而且活泼的关系 这就是为什么 2023年我们的主题是什么 向下扎根 跟我一起说 向下扎根 你知道基督徒信仰的根是什么 信仰的根就是你跟神的关系 如果你跟神没有关系 你只是来教会 那个就是宗教活动 如果你跟神有关系 你来教会 那个叫做信仰生活 所以2023年 我们每一个人 都要跟神建立起 真实而且活泼的关系 不是我跟神的关系 是十几年前的关系 不是 每一天真实而且活泼的关系 这是人生的一个智慧 就是我们要成为一个 真正遇见耶稣 跟耶稣建立 真实而且活泼 关系的人 阿们 你愿意吗 我知道第一期的 都是有这样一个 都是这样的 智慧人 阿们 可以旁边说 你是一个智慧人 2023年 你会跟神建立 更活泼 真实的关系 是不是 而且是 personal的relationship 是个人的关系 好 第三 第三个智慧 第三个智慧 第三个智慧是什么 来 一起来 第三个智慧是一个什么 一个智慧人 是一个会 敬拜耶稣的人 圣经告诉我们说 这三位博士 见到 这个心带着他们 来到一个小房子面前 然后他心就停下来 他们就进去 就看到了 耶稣 对不对 然后圣经告诉我们 他们就做什么 他们就 仆福拜那小孩子 什么叫仆福拜那小孩子 你看他刚才三位博士 仆福拜什么意思 膝盖 着地 然后呢 双手着地 前额着地 这个叫仆福拜耶 这是这种什么拜 不是 嗨 你好 不是耶 仆福拜表示什么 他心里头何等的敬畏 何等的渴慕 哇 这样子来拜他 敬拜他 然后他们拿出什么 黄金 黄金你们都知道 对不对 你们家都有黄金吗 是不是 都见过 黄金没有什么习奇 黄金 他们拿出黄金 为什么拿黄金给耶稣 因为 因为黄金是君丸的象征 过去的黄冠都是 黄金做的 黄帝都穿什么 龙袍都是什么颜色的 龙袍不是绿色的 都是黄色的 对不对 黄帝给你的一幅叫做 什么 什么马挂 什么 黄袍马挂 都是黄的 金颤出现 这是黄金 黄金是君丸的 那个颜色 所以他把黄金献给耶稣 还是他们知道说 耶稣是万丸之王 万主之主 他就献上黄金 第二他献上什么 鲁香 他献上鲁香 鲁香是什么 鲁香是一种树脂 树脂 树脂 子凡那个字 树脂 是一种香料 它是一种香料来的 你知道过去这个鲁香 是谁用的 最多你知道吗 是祭司用的最多 祭司用的最多 因为在以色列人的 这个圣殿里面 在进到至圣所面后 有一个金香炉 金香糖 祭司每一天都要进去 把这个鲁香做的香料 在上面焚香 然后就有新香的祭 打到上帝的面前 为什么他献鲁香 因为预表着 耶稣圣洁无罪的生命 好像新香的祭 打到上帝的面前 今天我们效法耶稣 圣经里面讲的一句话说 我们今天活着 不再是我活着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讲到复活的 一个相信耶稣基督人 里面有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 所以我们身上 常常带着耶稣的 新香之气 所以预表耶稣圣洁无罪 祭司献祭的 那个新香之气的生命 然后第三个是什么 你知道吗 墨药 墨药 墨药是黑色的 墨药是什么 你知道吗 墨药是反腐剂 墨药是一种反腐剂 过去当时以色列人 以色列 不是以色列人 包括中东一代 包括埃及人 他们尸体 能去世的时候 为了防止尸体的弗兰 都要拿墨药去 抹在他的身上 抹在那个尸体上面 为什么他献墨药给耶稣 因为他知道 他们知道 圣灵气上的 他们知道 耶稣要为我们死在 十字架上 所以他献上 黄金 乳香 墨药 他们不仅 用心灵诚实 普通敬拜 还献上 他们所有的 照着他们 神圣灵给他们的 其实他们对上帝的认识 对耶稣的认识 献上他们所有的 来敬拜他 他们圣灵告诉他们 他们在敬拜神的时候 他们就什么 大大的什么 欢喜 你知道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我不知道 你有没有体验过 有没有知道说 敬拜神 服侍神 献祭给神的喜乐 有没有体验到 每个礼拜 你来教会来敬拜 是被逼着来的 还是你自己很欢喜快乐 很喜乐地来享受的 我以前小时候去教会 都是我爸爸妈妈逼我来的 你知道吗 但是我越来越知道说 我现在越来越享受 在上帝面前的敬拜 敬拜是人在上帝面前 最应该有的一个态度 因为他是万王之王 万祖自主 创造宇宙万物 掌控宇宙万有 并且他爱我们 所以我们人在他面前 要把他当得的荣耀 归给他 这个就是敬拜 敬拜可以有 我们像主日这样子的敬拜 集体的敬拜 敬拜也可以献上 我们的环金乳香莫药 什么叫做你的环金乳香莫药 因为你认识神 所以你可以把你的时间 把你的金钱 把你的财干 把你的恩赐 都献上来荣耀神 来服侍神 这就是一种敬拜 阿们 你的婚姻 你的家庭 你的工作 都可以荣耀神的时候 那个就是一种敬拜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我不知道 你明白不明白 这种敬拜者的声明 我感谢主 DC的很多弟兄姐妹们 我看到DC很多弟兄姐妹们 因为真的认识这位上帝 你一句话记住 你要记住这句话 你对上帝的敬拜 不可能超过你对祂的认识 你对上帝的敬拜 不会超过你对祂的认识 你知道祂有多伟大 你就会怎么敬拜祂 如果你的上帝什么样武器的 你根本不会敬拜祂 你对上帝的认识很重要 但是我看到很多 我们DC的弟兄姐妹 因为认识人 所以我们心灵城市 献上我们一切所有的 来敬拜上帝 过去两天 我们教会有一个 你被人叫做什么 开门式有多少来的 举手来 摇摇 哇 好多人都有来 对不对 我们的开门式办不办 办 荣耀归给神 但是功劳 一定要归给我们的弟兄姐妹 你知道我们多少弟兄姐妹 为了这两天时间 几个月前就开始预备了 你们从口里马开过去的时候 你有没有看到有一排 那个耶稣的 这个像 不是像 那个叫什么 这个木头雕的 那个摆在口里马边上 有没有 有灯光照的 有看到吗 有没有看到 有啊 有看到 你知道 那是我们的一个弟兄 我们买不到这么大的 你知道吗 那是我们的一个弟兄 拿木头锯出来的 他自己刻出来的 然后刷上白油漆 好不好 做得好不好 哇 太有恩赐了 你知道吗 你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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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 我们的 有一个姐妹 我们那天 这个牧羊人 这个 以柏里恒的草地 你们有看到 有看到羊吗 对不对 你知道多少只羊 那天做了 那里有多少只羊 你知道吗 你们又知道 数了28只羊 28只羊 你知道 那是我们的一个姐妹 把她家里 一整床棉被都拆掉 你知道吗 那棉被拿着做的羊 你知道吗 你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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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那个大树 那个大树 刮了那个灯 对不对 我们本来找专业的人来挂 你知道吗 结果他一报价 算了 就不要做了 很贵啊 专业的人来挂 非常贵啊 你知道吗 几千三万块 我们的弟兄说 我们自己来 我们只有两个弟兄 自己去租了 那个很高的 四十尺的那个lift 就像自己挂的 我们这次 从头到尾 两天的时间 大概有六七十位的童工 参与在福斯 把恩赐才干发挥出来 你知道 你们有吃到面包吗 我告诉你 你们那天拿到四款面包 对不对 有两款是85度C 最热卖的 有两款是85度C 没有卖的 因为 我们有一位弟兄 是85度C的面包设计师 你们在85度C 买的面包 都是他设计的 那两款是他 专门为我们教会设计的 你知道吗 那个pumpkin 那个南瓜的那个 还有那个 一圈圈 那是你去八十尺买不到的 你知道他那个饼 他那个南瓜的饼 我刚才以为是 刚刚珠子它在里面的 后来知道那是 非常好的巧克力耶 你知道我们的弟兄妹妹们 真的 把恩所有的弟兄姐妹 第一心能够有今天 真的 你看台上的这些敬拜这些 都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因为真的认识这位上帝 知道他配得我们敬拜 知道他配得我们服侍 所以用心灵和诚实来 敬拜他来服侍他 才有今天的教会 阿们 荣耀要单单地归给神 功劳再次归给我们 所有每位参与 福祉的同工们 所以我要鼓励你 2023年 一定要成为一个敬拜者 成为一个侍奉者 阿们 从主日聚会 崇拜开始 好不好 今天都坐满了 平时好像没有这么多人 那些博士不远千里来见耶稣 你们开车 20分钟 你们都不愿意来 可以吗 跟旁边人说 每个礼拜都要见到你 好不好 每个礼拜都见 然后来的时候 就投入地来敬拜 享受敬拜主 你知道圣经告诉我们 以色列我们的神 是以敬拜赞美 为宝座的上帝 当我们诚心来敬拜 神的宝座在我们当中 神的宝座 意味着上帝的同在 意味着上帝的权柄 上帝的能力 就在我们当中 我也鼓励弟兄姐妹们 你们一定要把你们的恩赐材杆 拿出来服侍 我最开心的就是看到我们 教会不同弟兄姐妹的恩赐 你看到我们 他们是那些 所有的弟兄姐妹们 穿的那个犹太人的衣服 以色列人的衣服 你知道就是我们的一个姐妹 她全部拿布剪一剪 然后拿胶水浇一浇 她拿胶水粘的 你知道吗 胶水粘的 就做成那个衣服 多半的恩赐 一定要把你的恩赐 才敢拿出来服侍身 拿出来荣耀身 千万不要把它埋在地里头 阿们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如果你把银子埋在地里头 有一天上帝要招我们的吗 算账的 阿们 好 所以2023年 我们每个人都要成为一个 敬拜神的人 用我们的恩赐 才干时间进来 服侍人敬拜神的人 好 最后 最后 第四个这位是要成为一个什么 更新改变的人 一起来念 来 马太福音2章12节 来 博士因为在梦中被阻止 是不要回去 见西律 就从别的路 回去了 这里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博士没有来 不认识耶稣这些人 他去见谁 西律 西律是一个什么人 西律是一个撒旦 对了 西律是预表撒旦 他要杀耶稣 他要除掉耶稣 他不让耶稣做完 他有自己做完的人 西律是预表的撒旦 西律生命中可以看到很多的东西 没有安全感 对不对 他就是耶稣要做完 他把安心不安 他没有安全感 他还诡诈 他跟博士说 你去拜耶稣 拜完以后我也去拜 他是想去拜耶稣吗 不是 他只是想知道耶稣 在哪里过去把耶稣杀掉 对不对 当他后来发现说 怎么这几个博士去了 这么久还没回来 一打听 这些博士已经绕了 另外一条路回去了 他就轻易地不得了 下了一个命令 把这个伯利恒 周收回一岁到两岁的孩子 全部杀关了 是多么一个残暴 一个诡诈的一个人 这是预表的撒旦 这些博士在刚开始走 还没有见到耶稣之前 他去见了这个西律 但是当他遇见耶稣以后 主就指示他 不要回去 什么 见西律 他走了另外一条路 回去了 所以他跟过去一样不一样 不一样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今天在我们还没有认识耶稣之前 你知道我们都是见西律的人 你知道吗 我们都是被撒旦牵着鼻子走的人 你同意吗 我以前就是这样一个人的 我那天看到他们在台上 Commency 你们看到那个台剧 喝酒咬骰子 我以前都做过的 我还蛮厉害的 但是当我认识耶稣以后 我知道这些事情 对我是不好的 所以我不再回去见西律 我不再做这些事情了 我的生命开始改变 开始不一样了 明白我讲的意思 在认识耶稣以前 别人告诉我说 男人不能怕老婆啊 晚上我在卡拉OK喝酒 太太打电话来 回来接电话 别人笑我说 哎哟 老婆茶感哦 赶紧把手机接下来 不然面子没了 现在知道说 太太的话是要听的 你知道吗 太太说 我们一定要第一时间回应 对不对 这就是不一样 这就是改变嘛 不要回去 各位 我们今天已经见到耶稣了 同意吗 不要回去见西律 跟你旁边的人说 不要回去见西律 我们已经见过耶稣了 就不要回去见西律了 来 来 我们来念 奇遇的事 来 奇遇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 就如奸淫 污秽 邪淡 拜偶像 邪术 仇恨 增进 记恨 老怒 结党 纷争 异端 嫉妒 醉酒 欢宴等类 行这些事的人 必不能承受神的果 请问 这些东西你们喜欢吗 要不要 有谁要带一点回去 要不要 让你们家里充满了 什么污秽 邪淡 拜偶像 邪术 仇恨 你正经要不要 不要 没有人要 这就是属撒旦的 不要 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什么 仁爱 喜乐 和平 忍耐 恩慈 良善 信实 温柔 节制 这样的事 没有律法禁止 要不要 你喜不喜欢 你家里充满了 仁爱 喜乐 和平 忍耐 恩慈良善 信实 温柔 节制 信不希望 希望 2023年 新的一年开始 过去很多不好的东西 属虚虑的东西 怎么样 丢 不要 不要再回去见他们 2023年 是要带领我们 开始一个全新 不一样蒙福的生命 你的人生会因此更精彩 你的人生因此更平安 更喜乐 你身边的人 也会因你而蒙福 阿们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愿意成为 这样一个 智慧人吗 我们从这个智慧人 我们学习到四件事情 对不对 从这三位 wise men 学到四件事情 第一是什么 一个智慧人是 承认耶稣是主的人 愿意把我们自己的生命 交给主的人 明白神的旨意 活出神的旨意的人 第二是什么 社会付代价 一定要寻见耶稣 不仅只是 过宗教的活动 听到一些 关于耶稣的知识 而是要跟耶稣 建立那个真实 而且活泼关系的人 所以我们未来 一定要想 下扎根 第三是什么 敬拜耶稣 用我们的时间 金钱 生命 财感恩赐来 敬拜神 来荣耀神的一个人 经历敬拜神的那个喜乐 最后 我们要成为一个 在主的手中 不断背 更新改变的人 你知道我很喜欢 有一句话 有一句话说 他说 有一些人 在岁月中 增添生命 但是有一些人 在生命中 徒增岁月 你知道这两句话 什么区别吗 什么叫做 在岁月中 增添生命 也就是一年一年过去 我们的生命 一年一年的怎么样 不一样 二十岁的时候 毛毛照照 对不对 脾气大得不得了 三十岁 四十岁 越来越认真 越谨慎 越深思熟虑 越温和 越谦卑 这个就是在 岁月中增添 生命 生命是在改变 但是今天 还有一种人叫做 在生命中 徒增岁月 什么意思 除了年纪 一年比一年大 骨子一年比一年白 眼睛一年比一年花以外 肚子一年比一年大以外 什么都没改变 二十岁 毛毛照照 脾气大得不得了 四十岁 五十岁了 还是这个样子 但是第一期的弟兄姐妹 你们都是智慧人 我们因为认识耶稣 经会一花 就是智慧的开端 认识自身者 就是聪明 我们因为认识神 得到这个智慧 我们的生命 会随着年岁 一年一年的 不一样 阿们 我不知道今天在做的 还有没有 还没有认识耶稣的 新朋友们 你愿意 来认识这位 创造宇宙 万物 掌控宇宙万有的上帝吗 愿意得到 祂给我们的智慧 让我们活出智慧 荣耀 蒙福的一生吗 你愿意像这三位 博士一样 真的去遇见祂 去寻见祂吗 如果你愿意 现在就可以 你不需要骑着骆驼 到玻璃横去 你知道吗 现在就可以 借着一个祷告 一个心灵诚实的祷告 就可以 我把这个祷告 讲给你们听 因为这个祷告 是不可以勉强的 只有你心意 甘心烈意 觉得说这里祷告 每一句话 都是我阿们的 我同意的 你诚心诚意地祷告 上帝就会听到 这个祷告 这个祷告是这样说的 亲爱的主耶稣 我承认我需要你 我愿意打开我的心门 邀请你进入我的生命 做我的救主 和生命的主 求你赦免我的罪 求你管理我的一生 让我成为 你所喜悦的人 让我成为 一个智慧的人 让我的人生 可以领受你的祝福 也可以去祝福 身边的人 我这样祷告 是诚心诚意地 奋主耶稣的名 阿们 如果刚才这个 祷告的每一句话 你都觉得 没有什么问题 我都很喜欢 我都同意 你可以跟我一起 做这个祷告 我祷告一句 你跟我祷告一句 圣经说 心里相信就可以 诚意 口里承认就可以 得救 当你诚心诚意 祷告的时候 不是祷告你旁边的人听 也不是祷告给我听 你闭上眼睛 祷告给 上帝听 上帝听见了 祂就会回应 好不好 来 一起来祷告 来 亲爱的主耶稣 我承认 我需要你 我愿意 打开我的心门 邀请你 进入我的生命 做我的救助 和我生命的主 求你赦免我的罪 求你管理我的一生 让我成为你所喜悦的人 让我成为你所喜悦的人 让我成为一个智慧人 让我的人生领受你的祝福 也可以祝福身边的人 我这样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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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诚心诚意的 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 我们知道有多少人 有多少人 刚才跟我做了这个祷告的 请你举手 摇摇好不好 多少人做了这个祷告的举手 多少人是第一次做这个祷告的 请你举手 把手举得高高的 第一次做的 请你从座位上站起来 第一次做的 请你们从座位上站起来 让我们给他们一些热烈的掌声 第一次做这个祷告的 请你们从座位上站起来 请你们站着 我有几句话要对你们说 请你们站着 我有几句话要对你们说 我要告诉你们 你们是一群智慧人 你们听见了 就相信 就采取行动 今天你们做了人生中 最智慧的 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决定 耶稣说 看啊 我在门外扣门 若有听见我声音的 若有听见我声音开门的 我就要进到他里面 我与他 他与我要一同作息 什么叫我与他 他进到我里面 我与他 他与我要一同作息 也就是说 从今天开始 耶稣要在你的生命当中 一同作息 就是他要跟你一起来 享受他为你预备的 一切的丰盛 一切的美好 所以你要记住 2022年的12月25号圣诞节 你在哪里 DC国际动力福音教会 你接受耶稣基督 做你的救助和生命的主 从今天开始 上帝就在你的生命当中 无论你走到哪里 无论你在任何时候 只要你需要 只要你向他祷告 他就在你的身边 你有任何需要 可能没有人能够帮助你 但是你一定要记住 上帝爱你 他可以帮助你 你祷告说 主啊 我曾经在国际动力福音教会 接受你做救助和生命的主 我现在需要你的帮助 你来帮助我 他就会来 用他的方式 向你显为 真实 阿妹 上帝在你的生命当中 从今天开始 永远不会离开你 我也邀请你继续来 参加教会 来在教会 过你的信仰生活 不是宗教活动 是什么 信仰生活 你的人生会因此 不一样 乐神祝福你们 请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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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 我们的十八万管学乐团 要再